放假在家时的愤怒瞬间 二 你玩的可是蒸菜啊 我用脚玩的都比你好 你这都玩了一上午了 你歇会呗 你这样对手机不好 你快闭卖吧 平时在家我妈都不敢管我 你算老挤 再给我说一个 我昨天下手太轻了是吧 永春还是侯晨 你选一个 别呀 咱有话好好说呗 我不玩了 这还差不多 你等着吧 一会儿我就找老挤告状 你在那嘀咕什么呢 没没没什么 那啥我肚子饿了 桌上有零食你自己去拿 少吃点 马上该吃晚饭了 你让我少吃点 我就得少吃点 那我岂不是很没命啊 这么多零食 我才不吃饭 老挤你回来了 我可想你咯 小鹏真乖 快快来洗手吃饭了 爸你们先吃吧 我这还有一点作业没写完呢 猪鼻子叉大臭 你咋在跟我装算呢 一到吃饭点你就开始学习了 平时我咋没看见你这么用功呢 就是 老舅我跟你说 他都在家玩了一天手机了 刚刚听见你回来 才假装在这写作业的 你再胡说我揍你哦 你咋在跟谁耍我一份呢 你揍一个我看看 桌上的零食全空了 你全吃完了 难怪不吃饭的 对呗 他还一个人吃毒食 我让他给我吃一点都不肯 你瞎说什么呢 这不全都是你自己吃的吗 老舅你看 他还不承认 还想赖到我头上呢 老舅 七匹狼腰带我都给你拿来了 不用给我面子 直接雷他就完了 你小子可是真坏啊 慎恿我揍我儿子呢 谁让他不陪我打游戏的 他就该 你说什么 不是 我说错了 老舅你听我狡辩 我的意思是 他就知道打游戏 都不陪我写作业 你快闭嘴吧 还想糊弄我呢 三发我临时有点事 得出去一趟 你老弟在你自己看着办嘛 好嘞 啊 老老舅你别走啊 那些年在学校的最少瞬间 三 这么简单的一道题你都答不上来 你上课到底有没有人真情啊 老师你就别在这种学渣身上浪费时间了 这道题我会 我来回答吧 我这句话既贬低了张三发 又提醒老师这道题我已经会了 嘿嘿 真是一举两得呀 我真是服了 这细经又开始了 左一口学渣又一口学渣 我也没见你学习有多好呀 算了 咱们这节课轮流答题吧 从第一排开始 可恶 那这样我岂不是失去很多被表扬的机会 耶 三发 从第一排开始的话 这节课就轮不到咱们了 想滚水摸鱼 我才不会让你得逞呢 老师我觉得还是从后排开始回答比较好 后排全是不会的 等他们答题 那我这节课得上到啥时候呀 我看你就是故意跟我唱反调 咱俩谁是老师啊 当然是你啦 这啥意思呀 老师是想表扬我吗 那你就把贼给我闭着 嘿嘿 让他多贼 被老师骂了吧 开 第一个班长开始答题 张三发居然敢嘲笑我啊 你给我等着 这还有几道题没讲完 下节课再讲吧 下课 终于是下课了 都快给我憋坏了 王婆 上车躲去啊 你刚刚居然敢嘲讽我 有我在 你就别想上厕所 我让老师拖堂 我憋死你 老师第三道题我还是不太明白 你再讲一遍吗 还有课间超十分钟呢 来得及 这个小明上课就知道贬低同学 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 还想占用我的休息时间 这道题我都讲了八百年了 你还不会